各位大家好 我们今天趁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讲一下 刚好复习一下我们课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在RAID切板里面 或者是你学习任何的Linux都可以用得到的 IP tables防火墙 那我现在用这份文件呢 是RAID公布在网络上面的第六版的文件 那我相信我们大概用这一页 差不多就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课程目的达到 那我想对一般人来说 防火墙可能比较远 这是一个比较远的距离 可是对于学习Linux的人来说 如果你使用IPv4或IPv6网络 你可能都没有办法离开防火墙 那么这么多年来 我们发现一般的同学对防火墙的认识 或就算上过课 因为防火墙所牵涉到的一些概念 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去酝酿跟使用 那同学可能上课的时候 也许记得几天 可是下课之后没多久 可能上课上过什么东西都已经不太能够recall 记得回来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算是为我们学习过的同学去做一个算是复习的动作 是一个复习 然后呢 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让我们的使用Linux的人 可以进一步的 有比较好的基础去使用防火墙 在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好的一些表现 尤其像最近 有一些杂志在推 防火墙的选购 他们都已经做到应用层的防火墙了 防火墙上面的内容形态非常非常的多 这些切用防火墙的现在的现况 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的好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大家在购买防火墙的时候 会有一些疑惑 这个疑惑 疑惑就是我该怎么选 通常如果我们连防火墙的基础 都没有办法达到的话 选择产品是像是圆木球鱼一般的 没有办法 没有一个头 所以理不出头绪的状况下 我们只好利用这个机会 反正我们学Linux 一定要学IPTables 还不如把它学好 所以我们只要用简单的现在目前这个网页 我们就可以把很多的东西跟你交代的很清楚 所以我大概分这次电子报 我大概分几集跟各位介绍 我们是Redhead企业版的正式授权的教育中心 所以我们用这一份文件应该没有问题才对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份 这是这个产品文件在 Redhead Custom Portal 就是所谓的那个客户服务的入口网站上面 首先看这边 Included with Redhead Enterprise Linux 它里面内建的风暴过滤的功能 The process of controlling network pockets as they enter 在风暴进入核心 Move through 通过 并且离开核心内的网路的 stack的时候 它会去做过滤 在早期的2.4之前 Colonel 2.4之前 是用2.2到2.4左右 是用IPChance来做风暴过滤 2.4之后 就进入了IPTables的时代 那你也可以把IPTables叫做Netfilter 你当然可以去到Netfilter的网站 它的网站很好找 像是三个W Netfilter.org 它们对于Linus防火墙的开发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遗余力 而且都是一堆高手 所以我们在使用Linus的过程中 甚至包含到了今天 你所使用的Linus 被引接进入很多很多的 IP分享器 无线分享器里面 都可能装的是Linus 而这些产品可能不一定会 在产品的简介上面告诉你 它是Linus做的 所以很多人对防火墙是非常的陌生 而且会很恐惧 不知道该怎么办 事实上我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我们只要好好的先把Linus的基础 的防火墙学好 很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等一下我们会用那个 Mainpage的环境来跟各位介绍 现在我的测试环境是这样的 这是一台我的虚拟机 我们用KVN虚拟化 然后在这个地方 E3内0 这是我们的虚拟机内的网卡 它的IP位置是 192.168.0.250 在这个地方 它同时也有IPV6 先不管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实体机是 透过BR0连线 它取得到IP是 192.168.0.13 这是一台实体机 那我们的实体机跟虚拟机之间 是用同一个网路 所以我们在基本的PIN上面 你看 192.168.0.250 它可以正常的PIN到虚拟机 虚拟机也可以正常的PIN到实体机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用实体跟虚拟之间的关系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在IPTable防火墙里面最重要的一种 叫做过滤的功能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首先要先跟各位讲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Netfilter这个功能是内建在核心中的 它是核心的一部分 也因为防火墙在核心的一部分 它有很多的好处 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快 它耗损的使用的系统资源少 反应速度快 它不需要硬碟 它只是它是核心内的一部分 第二个好处就是移植方便 它可以很容易的移植到不同的硬体装置上 去做各式各样的控制 所以大概从2003年开始 许许多多的台湾厂商就已经在用Linux的Netfilter 来做IP分享器 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只是这些产品不一定有在产品的包装 或是说明上有说 它是使用自由软件来做的 不过这不是我们要管的事情 那我们如果了解Linux防火墙运作的方式 那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进入一个防火墙的状况 而且因为它是指令界面 它可以微调的东西非常多 你会发现你的IP分享器 根本就是把Linux的核心的功能限制住非常多 到最后你可能会希望用一台硬体来当做 一台电脑来当做防火墙 也许你可以比较随心所欲的做各式各样的设定 那么因为核心连接网卡 网卡进入核心之后 就立刻遇到 几乎可以说是立刻遇到防火墙的基础建设 所以呢 它可以让人家通过 让人家进入电脑里面的程序 或者是停止他们 在核心之内 在IP NetFilter里面 它的结构分成三大类 所以他们叫做Table 而这个Table是他们发明的一种分类的方式 每一个Table里面有规则组的列表 我们先看Table Table Filter的意思是 The Default Table of Handling Network Pockets 针对封包的过滤来做的功能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用这个机会 给你看一下 IP Tables的Main Page Main Page上面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边先介绍指令 可是我们一般的状况来说 我们会用这个方法来跟你说 这个Description 为什么要先讲IP Tables指令呢 因为整个防火墙的建立 根本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 只有一个指令 就是这个指令 就是IP Tables 它的结构在核心上的名称叫做Net Filter 内容长这样 先不要管 我们用指令把过滤的规则 写到它的内建的结构上 所以学习Linus防火墙之前 你需要先了解结构 了解结构之后 你才能发出正确的指令 这需要练习 而你的指令必须要放在正确的结构的地方 这不是你可以选的 是你要学习它的 这是在使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 大家都很忽略 为什么软体没有按照你想象的状况去走 而是要去学习它 因为这个结构非常的重要 而且也非常的锐智 是很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结果 所以请你尊重防火墙的结构 因为它是一个 很多很多工作之后 测试之后得出来的结果 而且学习并不困难 所以不用紧张 在Filter Table上 你看这边 我们把它分成Table 对不对 IP Table这个指令 用来设定维护并侦测 IPv4风包过滤规则 在核心内执行的状况 有好几个不同的Table 可以被你定义 每一个Table 有一连串的内建的Chain 这边有个生字 不是这个链条的意思 不是链条 它指的是 在Table里面 有三种不同内建的 规则组的结构 它内里面除了预设的 Building Chain 内建的Chain之外 还包含使用者制定的Chain 而这个使用者制定的意思是 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去建立你所需要的结构 这是另外一回事 每一个Chain 也就是所谓的Chain 是一组规则 它可以对照到一组特定的风包 每一个规则 指定了这个风包 如果被规则对到的话 它要怎么做 它的命运是如何 而它的命运 它的结果 就是风包被对照到 被规则对到之后 它会被送到一个Target 所谓的Target 是这个风包的目的地 结果变成什么 那我们等一下用的参数 是一个Jump的动作 不过先不用谈 我们现在看 一个标准的Target 在IP Tables里面 归纳为这四种 可是我们事实上常在用的 你没有在写程式的话 这两个程度用不到 Asset跟Drop 是用的最多的 在这上面 最常见的误解就是Drop 等一下 先看 Accept Accept意思是 让风包通过 这中间也包含了 接受风包 让风包进入防火墙 到里面的程序 Drop 意思是 你看它写 Drop the pocket on the floor 把风包丢到地上 这件事 把风包丢到地上 是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好 这次一下子脑袋转不过来 不是什么意思 而是 它的意思是 它不会送回一个拒绝的动作 当它收到你的风包 就把你的风包丢弃 不告诉你风包收到了 所以 它会造成一个状况就是 叫做我连人家 人家好像没有收到一样 但事实上 你的风包被它的防火墙扔了 这件事很重要 在进行防火墙的主态的时候 是一件重要的事 你看 这一段 在Redhead的文件上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的Filter Table过滤表 它用来做风包的过滤 NAT Table 用来作为调整 或是修改风包的来源跟目的地位置 或来源或目的地破 所以 NAT Table 它专门用在 连接不同网络时 如果需要做位置转换时 来使用 但是 IPv6 把NAT的功能去掉 所以 当你用 IPv6 Table的时候 它将没有 NAT Table 不过你不用担心 你学会了 IPv4的 IP Table时指令 你自然就会用 IPv6 Table 也就是所谓的 IPv6的 防火墙指令 那 这部分 可以说是 台湾同学 最 不 舒服 或是 最不 熟悉的一部分 所以我 录这个影片 是希望大家 未来在学习 防火墙的时候 能够 比较快上手一点 然后第三种表格 叫做 Mango Table 这个Mango Table 专门针对 封包的一些 其他的栏位 进行修改 比如说 TTL值 或是 IP封包的 TOS值 改变封包的 路由的优先权 或者是 它的TTL 或是其他的栏位 在使用上 Mango 算是用的 比较少一点 每一个Table 有一连串的 内建的Chain 比如说 在Filter Table 里面 有 Input Forward Output 三种 内建的Chain Chain 就字面上来说 是不好理解 但是 实物上来说 Input跟Forward 就是一个很好的 不同的范例 所以我把画面 拉下来 到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很重要 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 通常 学会的人 再来看 会比较清楚 我们先 慢慢来 反正你影片 可以往后转 往前转 都可以 反正我这图 还会再拉出来看 你可以把这张图的 左边 当作 风包进来的网卡 当风包从网卡 外面进来时 第一个碰到的Chain 就是Pre-Routing Chain 就是路由前 先不管 放着 不要理他 重点是 风包进来之后 在这个地方 遇到了路由 路由 你可以说 是路由表 也可以说 是一个判断路由的动作 当风包进入核心 需要进行路由判断时 有两个结果 第一 如果风包的目的地 是我自己 就送给 Input Chain 如果风包的目的地 不是我 他只是经过 我要打出去外面 他就送给 Forward Chain 在我们上 实体课程的时候 我们会 在这个地方 再根据 这个过程 做说明 但是从这个图上 你很清楚 容易的可以看到 凡是进入 Input Chain 的风包 风包会进入 本地的程序 比如说 网页伺服器 Secure Shell 伺服器 FTP伺服器 Samba伺服器 NFS等等 如果人家连的对象 是你自己 就是防火墙本身 他的风包 会进入Input Chain 而进入Input Chain的风包 不会再跑到Forward Chain 所以 如果风包是在Input Chain上 他就不会进到Forward Chain 会进到Forward Chain的风包 有一个重点 风包的目的地 不是防火墙本身 比如说 人家从外面 要去Google 要去其他的网站 网站进入了路由表 由我的防火墙 负责把它打到外网去 这个时候 风包不会进入Input Chain 只会透过Forward Chain 往外送 至于离开网卡之前 有一个Post Routing 叫做路由后 再说 Input Chain跟Forward Chain的差别 再讲一次 很简单 Input Chain指的是 专门指 风包目的地是防火墙本身 他的目的地是本身之外 他的风包要进入防火墙本身 内部的伺服器程序的时候来用的 而Forward Chain专门指那一种 风包只是透过防火墙 或透过这台机器 去进入另外一个网络的风包 所以进入Input Chain的 风包不会进入Forward Chain 走Forward Chain的也不会跟Input Chain有关系 所以不要误会说风包进入防火墙 进Input Chain 再就Forward转到另外一张网卡 另外一张网卡离开的时候走Input Chain 不是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你的防火墙内部要上网 开个浏览器去外网 你的风包会透过Input Chain的过滤 再去到外面 所以Output Chain上面就可以设定那些 你不可以去的地方 针对你发出连线的风包的目的地 来决定可不可以来出去 所以Output Chain用的少 Input跟Forward的角色分清楚了 就很简单了 所以这后面讲的NAT Table Mango Table我都先不谈 我们先熟悉使用Filter Table的结构 就很好了 我们常见的一些Target 有Accept接受连线 Drop丢弃风包 Cue你可以把它送给 让这个风包送给其他的应用程式 这不管Reject 我们后面再说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看到 我们的防火墙的基本的指令的构成 等一下回来看 Main Page上很轻松的 可以让我们看到 它写的内容 基本上跟书上 或者是文件上差不多 你看哦 在这里 在Filter Table内 所以等一下写指令时 Filter Table有个前提 Filter Table是预设 Table 所以当你的指令没有指到Table时 它指的就是Filter Table 一个过滤表内 内含三个预设的Chain 这三个预设的Chain分别是 Input针对 风包目的地是防火墙本身的 Forward指的是 风包目的地不是防火墙 是透过防火墙打到别的地方的 第三个Output 刚刚讲防火墙内部的程序 上网 所需要离开网卡之前 经过的最后的过滤 NAT跟Mango先跳过 先看 我们操作指令的过程中 会用到什么 这是把规则加到Chain上面 在这部分的操作 这个Commons 是专门在管理Chain里面的规则 以及管理Chain在用的 那怎么回事呢 简单的说 我今天在这里 我回去 在我的加目录 我的电脑 有没有SecureShell程式在执行 看一下 Service 应该很熟悉 SecureShell Status 你可以看到 他跟我说 我的OpenSSH Daemon 1954 正在执行中 这是我的 这个 Demon的程序编号 我也可以用 NetSTAT-LTNP 你可以看到 我还把画面拉宽一点 说 拉宽一点 OK 看一下 他的结果是 它会告诉你 光是TCP连线 TCP连线 正在Lesson的服务 Number N 用号码显示 我们的 SecureShell 后面的程序编号 1954 它的POR是TCP-22 其实你在这个时候 作为一个基础的 IT人员 这种基础的部分 你一定要把握 你不可以记错 或是记不清楚 像这样的东西 这是邮件伺服器 这是SecureShell SecureShell 可见 同时在主机的IPv4 跟IPv6 上面都有活动 都可以等待 然后我从这里 我可以另外开一个 中担机的分页 我用SecureShell 测试 192.168.0.250 好 你可以看到 我是不是能够 正确的跟它连线呢 250 这边可能有 金钥验证的问题 我可以PIN得到250 然后我在我的250上 观察它的防火墙的状况 IPtables -l 你可以看到 它目前不管是 input forward 或是output 它都没有任何规则 而在这个地方 -t NAT 我可以加上 NAT来观察 NAT table上的规则 如果我要看Mango table Mango 你可以看Mango table的规则 目前我们三个table 都没有任何的规则 你在做这件事时 你要小心 你在你的虚拟机上的防火墙 或实体机 或任何电脑的防火墙上 它的设定应该是关闭的 就像这样子 全部都是灰色的 这样你才能够确认 人家是可以做的 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用Telnet 呼叫 远端主机的Port 22 你可以得到 对方主机250 正在开启一个 有一个 在Port 22 有一个Securation 2.0的 伺服器正在等待连线 这样都可以帮你确认 你的防火墙是不是有在执行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 如果要测试连线的话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从这个指令上 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 SecureShell 192.168.0.250 我可以指定连线到 人家的 Student 的账号 这是一个简单的SecureShell的指令 好 那我这里呢 这有什么问题 大家再说 现在看到这个 这样的状况 我们在 我们如果想要 针对 我们提供的服务 进行一个简单的拒绝的动作的话 比如说 我如果要测试 他的FTP是不是有在执行 我去看FTP看看 FTP 连线被拒绝 被拒绝的原因是 我的虚拟机并没有启动FTP 所以我在这里 把FTP启动 Service VSFTPD Start 启动该服务之后 反过来 在这边 再领一次FTP 你看 FTP已经起来了 它是一个简单的 Anonymous FTP的状况 我随便写一个 密码进去 所以这里面已经可以准备分享 下载档案了 我可以Ctrl D退出 好 FTP服务是通的 FTP的服务 它是用什么Port呢 又来了 我们把NASDAQ抓出来 你可以看到 FTP的服务是刚刚没有的 Port 21 目前我们的FTP 只接受IPv4的连线 3205 是FTP伺服器执行的程序编号 那我们既然已经准备 可以让FTP进来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件事 你想 与其看到书上 每次写成这样的东西 我相信很多的同学刚开始学的时候 看到这个是非常害怕的 先不要紧张 我们先动动脑想想看 我们要拒绝或是允许一个FTP的连线 现在FTP是已经全部开放了 我在开放了TCP21服务的时候 首先观察的是 我的主机是用哪一张网卡来接受人家连线 在这边可以看到 人家连不到我的LOW 只连得到我的Ethernet0 这件事很重要 它是从我的以太网络卡0号进来的 第二 风暴 人家连线连到我身上 连到我身上表示目的地是谁 是我 所以这台电脑 它的250 就是伺服器的 接受连线的IP位置 既然是接受连线的IP位置 风暴目的地就是我 风暴目的地是我 那是什么chain呢 刚不讲了吗 inputchain 风暴目的地是我 风暴目的地最终的位置 是最终的对象 是 for pocket destined 它的目的地 to local socket 风暴要进到我这台电脑 再看刚刚那张图 前一页 前一页 下面 你可以看到 这张 经过路由 风暴目的地如果是我 就会进inputchain 不会进forwardchain 所以你只需要将你的过滤规则 放在filter过滤表中的inputchain就可以 所以我回来 我说 ip tables 如果我要指定table dash t filter table dash a 加一条规则 到inputchain 好 你看 ip tables dash t filter dash a input 这件事 决定了 我要把一个过滤的规则 放到filter table过滤表 的inputchain 是人脑做的 不是电脑做的 这个判断 必须要由人来完成 这是在使用这种防火墙的时候 必须要理解的过程 所以刚要多费这么多唇舌 讲这种东西 把影片的长度拉长 这都是为了 要跟你介绍 简介 当我们需要拒绝一条连线时 先搞清楚 连线从哪里来 目的地要到哪里去 是哪张网卡收到的风暴 写防火墙规则前 一切都从网卡开始 然后呢 你在后面描述这个连线的状况 它是个TCP21的连线 在这个地方 它没有出现在IPV6 在VSFTPD 它只会一次开一个IPV4或IPV6 它是TCP21的连线 所以 点一下我后面就要开始介绍 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基本的 那个 结构 这个结构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我打开一个 存分之便秘器 你看哦 我们在这里会用到的一些描述结构的参数 会是哪些 我把manpage拉下来 在这个地方 parameters 所谓的parameter就是参数 这个参数在描述一个规则 什么样的风包 什么样的条件 是属于过滤风包时要对照的条件 因此在这边我们简单的给你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叫做协定 协定表示它是什么样的协定 parameter 看一下 parameters dashp的意思是协定 你可以写tcp协定 你可以写udp协定 你可以写icmp的协定 你甚至可以写all所有的协定 我偷懒后面没写 你看后面还有 这是 udtcp udp dblab icmp esp ah sctp 或是 事实上都包含在里面 你可以用惊叹号 发现一个 做一个反向的效果 就是除了什么以外 这样的写法 顺便 当我们在描述协定时 会一并的描述到他们的port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描述的是 tcp 或tcp或udp的话 它就会有port的需求 你描述目的地port的时候 请你这样写 你描述来源port的时候 dashdashsport 请你这样写 你在写port number的时候 比如说你写22 你就一次只能写一个 你不能写多个 这边一次只能装一个port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说22 或是21 来作为 那个 ftp的主导 第二个 来源位置 在指定来源位置 小s的时候 你可以指定的对象 包含了 比如说你写成这样 192.168.0.0 写线24 这样的一个指网 或者你可以简简单写成 dashs 25192.168.0.2 像这样的一个IP 一个IP或是指网都可以 这是来源位置的定义 第三个 dashd指的是 风包的目的地位置 像这个地方 你看我的一张网卡上面有 有两个IPv4的位置 如果我希望阻挡的是针对 这个102030.250的风包的话 那我就需要去指定 它的目的地位置 这是另外一回事 先不用谈 往下拉 dashj 这个等一下讲 这个j就是jump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会把jump的后面 加上我们要需要 风包去的target target可以是 asset 接受 drop 丢掉 reject 拒绝 或者你可以写的是 使用者指定 usertify chain 那它可以是一个chain 它还可以是一个target 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去使用它 再来 s跟d之外 后面还有两个 一个是i 这叫做收到风包的网卡 一个叫做dash o 是送出风包的网卡 i跟o的后面 就是加上你的网卡名称 比如说 像我现在 我是用ethernet零 收到外面来连线的风包 所以我的dash i后面 就会加dash net零 像这样的写法 o后面就是加上 送出风包的网卡 那我们了解了 描述一个风 描述一个风包连线的参数的时候 会需要用到的基本的条件 i 收到风包的网卡 o 送出风包的网卡 这边还特别说 它会用在什么chain上 先不用管它 没有关系 好 我们回来看 现在在这个状况下 这条连线 是要连到我这台主机 针对这个目的地位置 所收到的风包 你想想看 风包如果是从我的ethernet零 收到 ethernet零 收到 那可见目的地不就是这个 或是这个吗 对不对 因此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指定 dash i 收到风包的网卡 是ethernet零 切记 你写任何的规则 只要在写规格的时候 前面是先决定 你要把规则放在什么chain 什么table的什么chain上面 这决定了这个风包 它的基本的位置 就是过滤规则基本的位置 接着后面这部分 就在描述 什么样的风包 dash i ethernet零 告诉你 收到风包的网卡 是ethernet零 而这个收到风包的网卡上 有一个重要的重点 我跟他说 是ethernet零 这张网卡 所收到的风包 接着我就要描述 是什么样的风包呢 所以在前面这边首先谈到 FTP的连线 是一个TCP协定 目的地破21的风包 所以dash PTCP 你在写TCP这三个字的时候 大小写都可以 dash dash Depot 目的地破21 这不就描述了三个条件吗 第一条件 eethernet零 收到的风包 第一条件 第二个条件 协定TCP 第三个条件 目的地破21 这三个条件 刚好就描述了 是由Ethernet零 所收到的FTP连线的风包 我要把它给扔了 这就是一个防火墙的规则 注意看 一个防火墙的规则 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 IPTABLE-TFILTER 在过滤表 TABLE中的input权 为什么决定是input权 很简单 风包是打到我身上 跟我连线的目的地 是我input权 接着 Dash I Ethernet零 协定TCP 目的地破21 这三个条件 指定了 这个风包的规格 它是个Ethernet零 网卡 所收到的TCP 21的风包 这个风包 我要把它给扔了 看一下 我们的规则 实际分布的状况 IPTABLE-L 你可以看到 它结果在这里 它在input权上面 加了一条规则 这个规则的标的 target是DROP 而这个DROP的规则 是针对TCP连线 目的地破 FTP 就是21的风包 来进行拒绝 于是我出来 到外面 跟它再联一次 用FTP跟0.250连线 BOOM 它卡住了 没有人回答它 没有人扭它 这个时候 连线失败 风包丢过去给人家 人家不回答我 把我风包给扔了 就一直要等到 连线玉石120秒 或多少秒 我只好放弃 好 所以这个样子的状况 意思就是告诉你 我们要建立一个 过滤的规则 并不困难 你只要反复的练习 理解它的过程 慢慢你就会可以看到 这个状况 我们先把影片 这边先停下来 等一下再说